民进党提名国字头花联市民代表参选人田真琪 2号上午在议员张美惠以及50多名相亲的陪同下 前往花联市公所完成参选登记 田真琪表示正值两个字将会是他从正路上最核心的价值 民进党提名国字头花联市民代表参选人田真琪 2号上午在先议员张美惠及50多位相亲陪同之下 前往花联市公所完成登记参选 田真琪表示这次会投入地方选战 主要是受到叔叔也就是前市长田志轩的影响 他从小就耳濡目染 深深感受到服务群众的热忱 希望可以把这份对花联市的爱与理想持续传承 在这两年半当中 我工作 我生活 我学习 我看见花联这块土地 有很多值得更好的地方 也听见很多的人们对这里期待改变的声音 因此我决定参选市民代表 希望能够贡献自己的学经历 从基层服务开始 我也会承接我的叔叔田志轩 对花联市的爱和理想 接续服务 未来如果有机会当选 我将与张美惠议员携手合作 扩大团队的服务量能 持续深耕花联市 期待能够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我也会努力的为这个地方带来不一样的朝气 田真琪表示她感谢萧美琴大使的栽培 记得当年在面试花联县 美琴之友协会总干事一职 萧美琴跟她说 对于总干事人选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正职 两年多来她处理协会大小事务 一直都谨记萧美琴大使的叮咛 未来正职也会是她从政路上最核心的价值 这位徐丽琴华联市报道